是谁人巅峰博尔特如此惊讶 又是谁 让TWIN 多年的迈克尔优克逊激动地站了起来 20000里约奥运会男子400名缺赛 这下我们被称为最难跑的甜甜项目 时隔19年再度掀起竞云炮海浪 而现在巨浪中间的 正是来自南非的前期速度王 范迪凯克 这次叫做全期速度王 是因为他100名可以拉爆所有日本选手 200名可以拉爆所有亚洲选手 300名可以拉爆所有地球选手 400名可以和博尔特一起去火星参加奥运会 接下来勾勾向大家介绍参赛选手 第八道北京市比赛400名金牌球逐 南非名将范迪凯克 范连王 第七道这个戴着眼镜的是来自英国的哈德森 第六道天才少年吉拉尼·詹姆斯 他也是范迪凯克本场比赛的最大挑战者之一 第五道美国名将梅里特 全场唯一这一个八点后 08年北京委会 09年博尔市比赛男子400名金牌球逐 他也是范迪凯克最大的竞争者之一 第四道这个在做眼保健操的 同样是来自格林纳达的卡普林 格林纳达这个地方只有11万人口 比我们村也没多多少人 居然有四个能跑进45秒以内的一路 简直若可思议 第三道是来自特利尼拉和多巴格的赛格尼奥 小伙子看起来很成熟 但这一年他才19岁 第二道是来自巴林的卡米斯 第一道是来自波斯瓦娜的斯巴达 这小伙子看起来怎么跟缅北出来的一样 排上巅峰对决 最大的看点当初 范迷凯克 拉肖梅底特 吉拉尼詹姆斯 三大高手之间的对决 本时对杨迪老师身后的迈克尔约翰逊 怎么也想不到 就在43秒之后 他保持了17年之久的世界纪录 即将作骨 接下来让我们屏住呼吸 以及重归这场 期间为止 最伟大的400米跌幅对决 好的比赛开始 竞争非常激烈的男子400米的决赛 看看今天谁能够一战成王 大家集中在整个赛道的6789道上 范迷凯克在第九道 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主要对手 他在前二百米只能是拼命地跑 而吉拉尼詹姆斯和拉肖梅底特在追 这可能是历史上前三名差距 跟后面选手最大的一届决赛 范迷凯克现在处于领先 在内道的拉肖梅底特和吉拉尼詹姆斯 三名人非常的接近 最后的80米 范迷凯克在全力地冲击 冲击历史最高水平 范迷凯克加速 全力加速 冲刺 最后的成绩 世界进入 四十秒零三 范迷凯克打破了 麦克尔月韩逊的时间记录 麦克尔月韩逊就在我的身后 他已经站起来了 他知道这些迟早会到来 没有想到是在2016年的礼乐 年轻的范迷凯克 创造了新的历史 四十四秒零三 范迷凯克突破人类胜利即选 创造400米新的世界纪录 混沌数据给大家介绍一下 千元米用时 十秒七七 100到200米用时 九秒大一 200到300米用时 十秒七六 300米到400米用时 11秒69 看完精版牛逼 赛福乐局